欢迎再回到第十四届民进党党主席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的现场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二轮也就是候选人的提问和回答 刚才前三位候选人都已经分别提问 你看他有的人软中带应有的人硬中带了一个转了一下 好 现在还有两位要提问 再按照顺序来是刹当人先行 我们听听听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来提出 这个自由司法在今年四月十四日 这个美国特派院有什么报道 这个报道中间对美国的民进党应烈优先的任务 所以我一家请教这个四位参選的董事 要怎么加強对美国的外交工作 这大家一定会说 说我们在美国设一个代表处 但是代表处不是万灵丹 所以在这里设立这个代表处以外 请主任的提供更具体的价位 和这个外交 看要怎么去率选美国政府 在这个二空一两年 可以来支持我们民进党 针对这个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 首先按照顺序是由吴荣毅先生作答 谢谢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可以说很长很长 我们要来做这个古典要怎么加强到美国关系 但是有一点很要紧就是要认为台湾的朋友一对 我们的主要朋友当然是美国 再来当然是日本 中国呢 中国他说非典要跟我们打台湾 国际社会受理人 我们也希望跟中国维持一个优好的关系 但是目前方向很困难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第一个要跟美国这个关系打好 我们要有这个任地 这样我们再来设计说要怎么加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 而且我们台湾和美国有这个台湾国的关系法在那里 他说台湾的问题是他要跟我们协助 那我们一向也是跟美国做生意做最多 所以说虽然因为最近的中国的经济 中国变得最大的市场 但是美国也是我们高科技 其他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这个文化活动 教会活动 这个观光顶顶顶 美国也是我们最要紧的 所以啊 我们要加强美国的关系 当然做一个民进党 来说最大的反对党 你一定要加强美国 基于你的研究团体 你的地口 这个要因为美国的这个主要的 这些亚洲的专家 全部都是过去 有地口做事情 所以加强美国地口的关系也一种 刚才我们参加强美国的提供 这些关系台湾 满英很要紧的角色 所以啊 我们也要尽量去刷入美国人 美国政府也 民主也随时在换 这个党 换那个党 也是在换 你如果不可以说 没有这个党 你仅仅把它加强 其他的党也制定 所以我是觉得 好 时间到 谢谢 我们继续接下来 轮到回答是许信良先生 这对美国的关系的工作 可以分两方面 第一就是国会 国会呢 美国老实说以前 我们台湾人在美国 做了很多很多国会的工作 也对我们台湾有很多帮助 这种工作 这种工作呢 刷断行程就是 最好 最做得最好 他是法派的建立者 所以他做就是这种工作 所以如果我做主席 老实说 我就要心理对美 对美国的同做委员会 来呢 车同车来做主任委员 委员都他去车就好了 我变成了 因为呢 他都没款 他都没款 民主也要出一千钱 都交给他 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 他最近也 过去也做的心理很好 这方面要加教 我完全同意 但是 大家知道 另外这方面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但是美国政府 跟美国国会 是真的不一样 对美国政府来说 我们特别知道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国家 我认识 现在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 他就说 我一直感觉 我们民主党 真的想要 一直想要 影响美国 改变美国 这是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没有知道 改变美国 美国有美国利益 美国政府有美国利益 我们没有可能改变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了解 如果说 我们的政策 对抗美国的基本环境 都是说 对民主党来说 很不利 像这次 总统大选 你看 美国以前的驻台代表 包道阁 都积极村民 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 来支持 麦英雄 来反对 我们的民进党 老实说 对我们的打击很大 这原因 就是我刚才说 美国政府 以前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知道 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能对抗美国 我们绝对不能对抗美国 这是政策方面 尤其是 两划政策 尤其是跟台湾有关的政策 所以这方面 我只能说 总统是最重要 蔡英文主席 老实说 是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 我从民党来 不仅民进党来 全台湾也是可以数一数二的人 所以由于他来做民党的总统 来代表民党的产選 来做民党总统 我相信 对他跟美国尊政府的关系 知道怎么做 可以触犯美国政府的利益 跟美国政府合照 他是最好最好的国家的领导人 这是我 所以是怎么说 我一定 好谢谢 谢谢 那么针对如何加强 对美国的外交工作 继续我们请 苏焕智先生作答 是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所以 所以其实你的对外的关系 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工作就是 你的内政的思维是怎样 我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其中有一个很大 就是说 美国一直认为说 台湾是不是要改变现状 就是说 台湾对这个国际现有秩序 是不是有条件 我想这就是 在美国看台湾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民进党在传达这个信息方面 是有一点混乱 有点混乱 我们民进党不让全世界的人 很清楚了解 民主进步动在这个地方所换围的 是国际的既有的秩序 我们是要维持台湾现状主管独立的国家 所以我们没有在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的是九二共识 是一个中国 不是现在的 是未来是 那才是改变台湾的现状 那才是改变国际秩序 我们这个说明不够清楚 我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对美国 我们知道这个 卓委员他开始贡献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美国的乡亲的贡献非常大 但是我去美国之后 我看到了一个现象 我们台湾很多美国的第二代 更优秀更多 那些人其实是让台湾更有机会 带出全世界的人才库 非常非常多 非常优秀 这些人呢 我们知道林书豪 林书豪现在是全世界有名的 他就是台湾人对不对 这些优秀结束在学会 在法会 在国家的很多优秀的 台湾人非常多 但是我们有连结吗 我们民主进步 都对这个第二代 第二代第三代 没有做连结 所以我做民进党的董主席 那么我们一定 要把台湾的历史 设计一些机制 把所有在美国 这些优秀的第二代第三代 跟台湾做连结 这对台湾的未来的监督 非常非常要紧 尤其我们很多年纪 他也很希望可以国序化 所以我们很多年纪 到这些在美国的 第二代第三代的南座会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 竞争的台湾新的一代 我想这个部分 民进党有很大很大 可以留意的地方 我想当然那些也可以在这里 好 时间交给苏贞昌先生作答 新加坡的主政李公尤先生 在去年 邀请我们整个会儿吃饭 在一代的高担当中 在国很多年里面 他一代坚持一句话 他在说他的心声 其实他也在说给我们听 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少很少的国家 无材料去影响大国 但是新加坡要存在 就要很注意大国的动态 在大国动态中 新加坡要有影响制度 台湾有没有材料去影响大国 但是台湾一定要存在 是两千三百万人的幸福 台湾一定要存在 主管独立的国家的存在 我们要做好 要跟他有朋友 美国就是一个最有力 最关心台湾的朋友 我们要跟他做好 美国的政策也千变万化 欧巴马总统 当时到中国去发表声明 正正 但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去到法府 也告诉他 眼光不要只有看着中国 也要看中国阿州 去年欧巴马已经发表 美国重回阿州 上星期 法府智库CSIS 的学者就来说 美国虽然跟中国 向东方来 但他们是从未来不信任到竞争 我们要跟美国 要怎么让美国的地区 学者政府官员民间 可以知道我们台湾 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坚持自由民主的国家 跟美国的价格同样 跟美国的利益同样 我们要逗用 在美国 我们很多很多优秀的 台湾人 他们的力量 少年人的力量 我们要用国众的声音 我们要跟美国保持 很好的活动和联络 设备的代表是一种 但不停跟美国 我先建立 极极优先的官员 是民进党 做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再买 脱回去集成 最爱的 好 谢谢